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都很开心 很高兴要做一件大事 什么事呢 制定今年的年度计划 尽管这个计划一看很熟悉 这不是我前年的计划吗 怎么还没实现呢 但是我相信对父母来说 有这么一项计划是无论如何都希望 不要拖延能够足额的按期 甚至超额去完成的 那就是我们的小朋友们 孩子们 来年的长个儿 长高的计划 我们四位嘉宾都是我们的育儿达人 想问一下各位 对我们孩子长高问题怎么看 因为我们家这个带娃的主要任务 是小孩的奶奶 我儿子就是从小奶奶一手带大的 我在家里的职称充其量 也就是一个带娃助理或者叫助手 但是这个耳濡莫展 这个老一辈的人 他们对这个带娃有他们自己的想法 像我们家吧 就是孩子怎么长高 就是特别注重春天和夏天那种营养 多喝点牛奶 多吃点鸡蛋 我们家还有一个在墙上那时候 也没有现在这种刻度尺量身高的 就有一个皮尺 在它能站稳的时候 就先量一个 比如说是一米 再过半个月 再画一个 写一个一米比如说零 多少多少多少 春天和夏天 确实的增长幅度 就要比秋冬季要略高一些 咱是真的是看在眼里 记在墙上了 对对对 以这个刻度尺为准 您这个助理观察得不错 说起来头头是道 干起来不知道怎么样 我们家也是 因为我是我弟弟的小孩 就是孙子孙女 我也是当帮忙的 然后呢 我在帮他带着小孩 带了三年左右吧 然后一直到幼儿园 我也是把那个小孩 长身高的那个 画在我们家那门的那个 背后的那门框上 都记得那扇门 然后也是看是春天长得多 真是一位细心暖心的姑奶奶 给你点个赞 姑奶奶 我们流畅就带自家娃了 是不是 对对对 我倒确实没想过 一年四季哪个季节长得最高 我是平时一直都是 比较重视吃这方面 就是鱼肉淡奶 这种补充蛋白质的 我一般都给孩子吃得足足的 对对对 太好了 子彤呢 你怎么样 我觉得不单单是 一年四季都是黄金季 我觉得孩子从幼儿 然后到少儿 然后到青少年 我觉得整个流程 全部都是黄金季 精彩的 对 基本上我抓紧每一个时间段 我每一天都会让他们喝牛奶 然后只要我在家 就会多做他们跳绳 我觉得只要我多盯他们一天 多喝一点牛奶 多运动一些 他每一天就能长高一点 好 所以说能够听出来 我们几位嘉宾 尽管说思路不同 但是有几个共同特点 是吧 比如说都认为 我们这个宝宝们 肉蛋奶的摄入很重要 一起要做好运动 能够身心愉悦 更有利涨高 那至于有没有 这个涨高黄金剂 该怎么样安全合理地 去补充 去帮着宝宝们去涨个呢 我们请一位专家 为各位答应解惑 这位专家很厉害 来自中国中医科学院 广安门医院 是一位中医儿科专家 特别擅长 用中医的方式 帮各位青少年 去调理身体 长高个 来 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 有请我们的副主任医师 王波 王医生 掌声欢迎 主持人好 我们再谈一个概念 叫做孩子们 长个儿的黄金剂 想请问您 以一个中医儿科专家来看 存不存在 这个长高的黄金剂呢 从这个孩子的整体 这个生长发育过程来看 从他的出生 一直到青春期结束 都属于孩子的一个 生长发育的黄金剂 那子童说对了 是吧 一直是黄金剂 先加一分 但是呢 从我们每一年来说 中医也有一个 叫做春生夏长 所以说呢 春天夏天 应该说是 孩子生长的一个黄金剂 那么这个时候呢 看我们的树木啊 万物呢 都在这个生发 那个抽条长高 所以呢 我们人呢 和这个大自然 这些生物是一样的 他们也是在 不断地蓄积的 这个借着这个能量 不断地这个拔个儿窜高 那合着我请您来 请早了 现在是冬天啊 所以冬天 这跟长个儿 没什么关系 是吧 主任 也不算太早 因为为什么呢 我们看啊 虽然我们现在的 这个树枝啊 叶子已经落了 对吧 我们看 但是呢 树木呢 它是把什么呢 养料归于自己的根部 不断地去蓄积能量 那么呢 待熬过了这个寒冬以后啊 到春天的时候 再把蓄积的能量 反弹性地发上来 这个时候 树木就开始抽条 发扬 长枝叶 对 所以呢 中医讲什么呢 讲天人合一 所以呢 到冬天呢 感觉好像是 没有落在春生下长上 但是恰恰在冬天的时候呢 孩子在储存自己的能量 这个能量呢 到春天的时候 就可以促使孩子 反弹性地 大幅 大跨步地 来一个长高 哦 尽管说春生下长是对的 但是你春天下长 靠什么长呢 这个能量 是从冬天开始 储存起来的 所以这个能量 就很关键了 对这个呢 咱们说的这个能量 这个源泉啊 还有一个单独的一个解释 单独的解释 对 就是呢 叫圣经 圣经呢 咱们想呢 说我们整个身体啊 这个生长发育 离不开什么呢 离不开我们的肾 为什么呢 中医讲说肾竹骨 那么呢 它呢 主应冬 应冬季 我们冬季的时候呢 是肾对应的 这个肾脏对应的这个季节 那么呢 它竹骨 那么主藏经气 那么我们身体的经气啊 是我们先原权的东西 那么它的这个充盈 会成为一个什么呢 我们整个身体 生长发育的一个能源 就像我们大树 树根底下 那个存积的那个能源一样 把它保护好了 给它充盈了以后 到春天的时候 这个能源一爆发 整个就开始长起来了 那么冬天呢 还有一个什么呢 讲做肾主封藏 那么冬天的时候啊 我们的肾 是一个功能 机能 特别的 发育的特别好的一个季节 那么它的封藏之力 就可以使我们的 整个肾经 保护都特别好 那么我们的肾经呢 平时那时候 如果我们去补的话 相对于一年四季来讲 它都会有一定的耗散 但是在冬天的时候 更加趋向于封藏的趋势 也就是更加倾向于 我们补结了的这个经 更容易在我们肾里封藏住 所以说我们的能量源泉 是那个肾经 是不是 对 这个肾经的话 小朋友们 他们是不是一般都比较足啊 还需要额外去补吗 应该呢 说呢 中医对这个 有一个说法 叫做肾肠不足 肾肠不足 对 对于小孩来讲 他的身体特点呢 和成人是不一样的 他呢 肾经的这种充盈度啊 没有成人的那么的完善 没有成人那么的充盈 所以呢 在这个肾经不足的时候呢 我们呢 就要更加地注意去补益他 才能够给他一个比较好的方式 让他才能达到一个充盈的程度 那么呢 才能在春天的时候 给我们的生长一个好的助力 所以说各位看 这个青少年朋友 补盛经对于长哥来说 那真的是立竿见影啊 补益盛经呢 可以吃点干的 吃点干的 对 咱们来看看干的是什么 好 看看第一个推荐 这是什么 看一看 种子 种子 就是种子类的食材 种子类的食材 能够帮助小松长高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咱们的种子呀 是这样的 种子呢 本身来说啊 它就有一种的生发之性 而且呢 种子本身来说呢 它就是被封藏的 这么一个物质 那么种子里头 它预含的这种 精气的生发蓬勃之气呢 和我们肾经的这种 让我们人体的这种 主生长发育的这种生发之气 它是相通的 那么除此之外呢 种子呢 它这里头含的这种胚芽 到春天以后 它就开始发芽呀 那么中医呢 特别注重这种取类笔相 取类笔相 对 我们人体不是也需要大家 需要孩子到春天的时候 开始不断地生发 那么这个生发之性 和种子这种生发之性 恰恰是相配的 所以种子这类的食物呢 第一呢 它能够补肾 第二个呢 它有它的生发之性 所以特别适合孩子来吃一点 这么一听 还真的是很有道理 但是主任 这个种子类食物 一般来说 不都是干货为主吗 是不是 这个冬天吃那么多干货 不会上火吗 是什么种子我们都能吃吗 咱们的重点呢 可以推荐几个 给大家说一下 推荐几个 对 好 我们就现场来看一看 来请上我们神秘的 那个种子包裹 来 来我们这儿多了一包 神秘的种子包裹 种子组合 是吧 王主任 对对 这就是我们说的一个 掌膏坚果包 掌膏坚果包 哎呀 这个名字听得太诱惑了 可以考虑注草为商标 咱们打开看看 有什么 好 掌膏坚果包 我们看一看 这个里头呢 首先呢 就是有栗子 花生 枸杞 没什么很名贵的 这种种子呀 为什么它们 能够帮助孩子们 长高个呢 这样呢 我们呢 一个一个来讲 好 首先呢 我们先说第一个 就是这个枸杞子 关于枸杞子呢 中医的这个名著 本草纲木 里头就说了 说 枸杞子呢 久服兼精骨 补精气不足 中医说呢 说服精者 身之本也 那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精气啊 是我们先天带来的 藏于肾之中的 这个精气 那么枸杞子呢 对于补肾精 易精气 有很好的作用 枸杞子本身呢 它在中医里头呢 它就是一个 补肝肾的药物 而且它的性味呢 偏于这个微寒的一定 所以说呢 它呢 一般用枸杞子 来补的时候呢 补肾阴的居多 所以难怪 这是我们的第一个 长高的种子 枸杞 好 我们再往下看 第二个呢 就是这个栗子了 栗子呢 本身来讲呢 它就叫什么呢 又叫肾之果 它本身就是一个 很像型补肾的一个 而且冬天 我们很常见 大街上 大家都能见到 糖炒栗子 对 很容易在冬天的时候 买到它 而且大家吃了一个栗子的时候 就能感觉到 除非我把它割得很干 正常我们入口的时候 都是要它那种湿湿的 如如诺诺的感觉 才会比较好 所以它一般来说 上火的这种几率 不是很大 相对于其他果实来说 它不太容易上火 并且它也能够 直接地补一的肾里头 那么对于那个肾经的补充 也有很好的好处 所以说枸杞和我们的栗子 都可以补到我们的肾气 对对 让我们的肾经能够充足 对 还有一个花生 花生呢 咱们讲呢 中医人认为花生呢 它同补五脏 我们讲什么呢 我们身体里的肾经啊 是我们气血灌注五脏以后 最后凝结成的这个精华 最后转丰在了肾经 所以当我们用花生 去补一五脏的时候 不仅能够使我们冬天 当时的这个精气石 得到一定的这个补充 我们日常的机能 得到一定的激发 同时呢 就使我们气血 对于五脏的这种灌注 会压力会减小 就能剩下更多的气血 去转化成肾经 所以花生日常 我们可以多吃一些 还能够吃什么 帮助我们的青少年朋友们 在冬天储存好能量 来年长高个呢 您现在收看的是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央视健康之路节目 本栏目由中国红行动 独家冠名播出 还能够吃什么 帮助我们的青少年朋友们 在冬天储存好能量 来年长高个呢 咱们呢 补仪圣经呢 食材里头呢 其实呢 我们呢 可以来看看屏幕 好 我们来看第二个 玛丽奥再次出场 能够找出我们的 长高神器吗 寄予 是吗 对 咱们讲哈 有一个老话叫做什么呢 叫做 鱼生火肉生坛 对 对吧 但是呢 寄予 咱们在中医古籍里头 它讲的什么呢 我们讲 猪鱼熟火 为寄予熟土 故能养胃 出自本草纲木 对 那么说什么呢 说寄予呢 本身呢 它熟土 我们的脾胃 也是属于土的 所以呢 它和脾胃是相合的一个属性 更容易被脾胃去消化吸收 而且呢 它不会熟火呢 它不太容易去上火 所以说呢 鱼里头虽然都容易上火 但是寄予的性质 是属于比较平和的 咱们的孩子呢 这个中医讲说脏腹清零 所以呢 大家呢 急于去补的时候呢 要注意 不能补得太过 那么因为它的脏腹清零 如果补得太过了以后 就会引发出其他的健康问题 那么入脾胃以后呢 我们知道脾胃的精气 是什么呢 脾为后天之本 肾为先天之本 那么我们的脾胃 补一好了以后 我们的脾胃里头的精气 包括水骨精微的物质 转化成了气血 这些都是最后转化成我们的肾精 封藏于肾之内的原料物质 所以说我们把 用鲸鱼把脾胃养好了以后 我们的精微物质就增强了 我们的水骨精微 气血 补充起了以后 就可以间接地去充盈我们的肾精 它是一种间接补充 谈到鲸鱼了 我们四位嘉宾平常在家 吃鲸鱼的机会多不多 是啊 子彤频频点头 鲸鱼汤啊 鲸鱼豆腐汤 鲸鱼豆腐汤 对 鲸鱼豆腐汤 经常喝大概会有两周吧 可能家里就会做一次鲸鱼豆腐汤 我姑父做这个做特好吃 他是点一点点醋 搁一点点白胡椒 那个鲸鱼汤就特别鲜 对对对 也还是做汤 对 但是其实平时 我还真没太注意给孩子吃鱼 因为我老怕它卡着刺儿 我们家吧 是没有这个吃鲸鱼的习惯 其实你看从我自己 就是从小大大吃鲸鱼 都是很有鲜的 所以就没有这概念 今天我是第一次听说 这个有利于长身高 有收获啊 郝叔 您呢 平常咱家吃鲸鱼的机会多不多 红烧鲸鱼啊 对补啊 对补味我觉得是最好的 红烧鲸鱼就是 老喝汤觉得换个口味吧 红烧一次吧 也吃过 好 我们已经梳理了鲸鱼 还有我们的种子类果实 可以帮助我们小朋友们 去长高个啊 还有没有别的东西 可以帮助我们的宝宝们 储存我们的能量 来年长高呢 王主任 再有呢 就是我们来看一看啊 还有一个 还有一招 三部曲的第三部 第三部 最后一部了 来 我们看一看 马利奥还想长个儿 这些字会碰出什么呢 我没看错吧 六味地黄丸 药啊 主任 这个不能给孩子吃吧 对啊 真想不到 觉得是大人 或者成年人在用 好像是老年人才用的药 让我觉得 对 所以说 王主任您看 一时激起千层浪了 这个六味地黄丸 我们都感觉是 老年朋友们可能需要去 补充补充的 吃一杯药 让孩子为了长个儿吃药 行吗 咱们一般呢 对于刚才咱们讲的 就是说我们的生长发育的 不是比较平和 比较平稳的 我们就可以呢 让日常的咱们这个食材 就可以做到了 但是有的孩子呢 可能没有关注过这些 那么呢 可能够 他自己的本身的一些因素 那么他的这种生长发育呢 会有一些滞后 这样的孩子 其实家长很着急 那么在我们临床上呢 也能碰到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呢 有时候就推荐他吃六味地黄丸 那么六味地黄丸呢 其实呢 现在啊 可能跟大家的心理 可能都是一个 中老年啊 用的会比较多一些的 这种 但实际上六味地黄丸呢 它真正的出处呢 是儿科专注 儿科专注 对 那么宋代呢 有一个太医 前已住的 叫小儿药症直觉 这个 这本方书里头啊 第一次 首次提出了六味地黄丸 是在儿科专注里 首次提出的 那么六味地黄丸呢 本身呢 它是化财于哪呢 我们的这个中医 有个经典 叫做什么呢 叫做这个张仲景 汉代张仲景 有一个叫做 金贵肾气丸 金贵肾气丸里头呢 大家看 有这八位药物 熟地 山鱼 山药 丹皮 福灵 择谢 父子贵之 那么呢 这个前已呢 在这个基础上 去掉了温热的 父子和贵之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金贵肾气丸呢 它是一个 平补阴阳的一个药 就是很平衡 补义这个 肾经 那么呢 它呢 这个里头呢 有补阴的 有补阳的 补阳的两个样子 主要是父子和贵之 那么呢 前已呢 在这个 因为它是 儿科的这种专注 它是一个 儿科学家 那么呢 中医的这个 儿科的这个 中医师呢 就认为说 儿童呢 是什么呢 纯阳之体 阳肠有余 阴肠不足 它的阳气 是偏肾的 所以对于 儿童来讲 它的肾阳啊 其实是比较容易充足的 反而是什么呢 肾阴呢 会更容易不足 肾阴不足 会相当于不足 对 所以这个时候呢 就不要用这种 补阳的 补肾阳的 比较这个药物了 来助阳补火了 这个时候 很容易让孩子上火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呢 就把 它就把这个 父子和桂枝去了 剩下的六味药 就成了现在的 六味地黄丸 是一个补阴 然后介意呢 补肾经的一个药物了 所以说 这么一分析啊 我们这个六味地黄丸 尽管说 听着是一种药 其实还是比较平和 可以帮我们的孩子们 去补充到肾经 然后去长个儿的 但是我也能够感受到 我们四位嘉宾 还是有点不放心 是不是 有点这个顾虑 这样吧 主任 咱们就现场 做一个演示 来看一看到底 我们的整个这个药物 是怎样的一个 运作原理 好不好 好的 来 请上我们道具 各位看 我是真没想到 是这么复杂的 一个装置啊 主任 这是代表什么呢 这个呢 其实呢 就是一个 六味地黄丸的 对我们身体的影响 一个肌理 那么我们讲啊 我们补的其实是什么呢 是肾阴 对吧 那么呢 大家看 脾筋 干血 那么我们身体里头的 所有的好的东西 阴液都在这块了 那么我们身体呢 讲说肾阴为根本 那么呢 为先天之本 脾呢 为后天之本 脾生华的这个 脾生成的这种水谷精微 和肾里头藏的阴液 最后怎么样呢 都会经过 我们身体的一个管子 这个管子代表 我们身体全身的经络 在经络里头 它会和什么呢 和我们的身体 大家知道 气血和我们的血 进行一个 互相的转化 那么血藏在于哪呢 中心讲叫肝藏血 所以血藏在于肝之中 所以我们身体 所有的好的精液 无非就是肝血 肾阴和脾筋 它们在我们身体的经络里头 会相互的转化 那现在呢 我们讲 如果我们要去补肾阴 那么如果单纯地补肾阴 大家认为可以吗 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咱们就是小朋友们 对吧 缺肾阴才能补肾阴呗 所以说中医呢 它有一个整体观念 我们来演示一下 这个呢 是我们说 六维帝皇碗里头的 军药 主要是熟帝皇 熟帝皇 是 熟帝皇是做什么呢 它就是补肾阴的 补肾阴 那么我们先来补一下肾阴 大家看一看 好 通过这个演示 很形象的 让大家看到 熟帝皇补肾阴 没有任何问题 对不对 对症下药 非常的 就直接 简单明了 我们喜欢这样 直接的补法 对吧 确实能补什么 大家看 我现在已经补了这么多了 有没有补出来 肾阴有没有补上来 没有身高 是吧 这根水柱没有身高 为什么呢 因为它补进去的东西 大家看 刚才是两个透明的水 对 现在很明显 它已经通过 互相之间 在身体经论的交互 使得它倾向于 发散到了脾筋 发散到了干血 并不能专注地 留守于肾阴 这就是中医的整体观念 它并不是一个分割地 看一个一个的脏器 专补哪儿就能补到哪儿 而是它考虑到 身体整个的运化生机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如果想再往里头 去补这个肾阴 就不行了 那么如果我们同时 去补脾筋 补干血 我们看看会怎么样 主持人帮我补脾筋 我来补干血 好的 咱们展示一下 补这个干血用的是山鱼肉 补脾筋呢 山药 用的山药 我们来补一下看看 好 大家注意看 我们中间的肾阴 主任您说着补多少 我就停 咱们往里补吧 我别补过了 不用不用 咱们就往里补就可以了 可以放心地补是吧 补补补 好 大家看 此时看看中间的一个肾阴 各位看肾阴那块 长起来了 还真是 长起来了 双管齐下 差不多了 可以了 这个时候我们看 在我们同时用山药 以及这个山鱼肉去补固肝血 补这个脾筋的同时 我们的肾阴就已经长起来了 这个时候就做到了怎么样呢 我们真正地补到了肾阴 使它确确实实地增长了 是 那么除此之外呢 我们看 我们如果是单纯地补一个的时候 它们之间的交互就会发散掉 所以六位帝皇丸 有三位补药 就是我们说的 熟帝皇 山鱼肉 山鱼肉是一位肚血的药物 山药大家知道 是一个贱脾生筋的一个药物了 所以说它是补这个脾筋的 那么呢 我们讲 我们的主要目的是什么呢 是想补肾阴 所以呢 我们可以呢 在六位帝皇丸的圆方里头 六位帝皇丸的圆方里头 我们的这个熟帝皇呢 用两倍的药料 那么我们的山药和山鱼肉呢 只用了一倍的药料 为什么呢 因为它们只是辅助 去稳固住这两个脏器 使得它们不要分散掉 我补肾阴的效果 所以说 这就是我们说什么呢 补肾阴要补的有效 要脾肾肝同补 明白了 可主人您看 咱是六位帝皇丸 这么看 另外三个就没什么作用啊 他们是跟着来混的嘛 同样也有效果 我们讲什么呢 我们如果去补的时候 那么怎么能够 咱们讲说 虽然说孩子 纯阳肢体 这个阴不足 肾阴不足 但是它也会有补过的时候 这个红线 就是我们身体能够承载的 最大极限量 那这个时候 如果我反反复复 不断地持续去补的时候 或者说我们在稳固这个肝血 在补脾筋的时候 都补过了 那么这个时候 就会有一个什么问题 我们看一看 会有什么问题呢 我们继续去补 如果我们的肾阴 不加节制地 再补充进去 已经超过了我们 雕好那个红线 是吧主任 超过了我们身体的 承载量的时候 对 这个叫什么呢 补过了 所以说 我们在补它的同时 要怎么样呢 一定要给它一个 泻的一个药物 去对冲它的 这种补的作用 使得它呢 能够比较合适 恰当地 对我们身体产生作用 那么如果现在看 我们刚才在补过的 这个情况 我们看 如果它现在 已经补过的时候 如果我们但凡有一个阀门 能帮助泻一泻 好 这个阀门 就把我们补过的这个东西 泻到了我们的身体 承载范围以内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既得到了 这么多的好东西 这么多的好东西 这么多好东西 我们同时呢 也不至于让自己呢 身体呢 受到这种 产生的 过了以后的 病理产物的影响 好 基本上已经到 警戒线以下了 可以 我们就可以给它关掉了 好 这个阀门很关键呢 主任 对 那这三个阀门 分别是什么呢 是这样的 所以呢 这就是咱们说的 六维地环丸 三补三屑 三补咱们知道了 三蟹咱们现在来讲 首先第一个是 弗灵 弗灵 它是哪个阀门 剑脾立湿 它是可以 把我们的这个 脾的 多余的湿气 去除掉 那么第二个呢 我们说 择蟹 择蟹呢 是怎么样呢 它是一个 立肾水的一个药物 入肾经 可以把我们肾 阴不过的这个 绳绳的肾水 给它 去除掉 最后这个呢 就是单皮了 我们讲说 干血 淤而生热 那么单皮呢 是一个清干热的药物 那么会把 多余的这种 干血补过以后 形成的淤质 生的热气 给它排除掉 它就保证什么呢 我们身体里头 既补益了这些东西 又不至于太过 那么呢 使我们身体 既得到了 有益的提高和补充 那么呢 也不至于呢 我们身体呢 为其补过的这种危害 给它降到最低 这是六维地环丸的 一个激励 所以说它是六位地环丸 没有一味药材 是废的 对不对 来 怎么样 四位嘉宾 现在是不是打消了那些 不信任 那般疑虑了 是吧 对 有种 豁然开朗的感觉 准备给孩子们 尝试一下吗 我还挺想尝试的 但是我还是有疑惑 就是想问主人 就是 那如果我给孩子吃 我怎么吃呢 是每天晚上睡觉前 您现在收看的是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央视健康之路节目 准备给孩子们尝试一下吗 我还挺想尝试的 但是我还是有疑惑 就是想问主人 就是 那如果我给孩子吃 我怎么吃呢 是每天晚上睡觉前 我吃的两粒三粒 吃点 吃多少呢 对 什么时间吃呢 对 什么样的孩子可以吃 怎么吃 这都是问题主人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吃的时候 建议大家 在每个月的阴历 初一 十五的前后三天 包括当天 一共七天之内去吃 就是十三号是初一的话 往前倒三天 从十号开始 十一 十二 十三 再往后推三天 十四 十五 十六 对 这是一个可以吃的时间 对 再一个十五 是吧 农历十五就是我们的 二十七号 对吧 二十七号往前 二六 二五 二四 然后往后 二八 二九 三十 等于说 这两周的时间 是适合吃的 对 这个想请问一下 为什么要初一和十五 这个有点混乱 不太理解 有什么依据吗 这个阴历初一和阴历十五呢 是这样 首先呢 咱们先讲一下 咱们补的是什么 我们最主要补的是肾阴 那么肾阴呢 咱们讲说肾属水 那么呢 它呢 是和我们身体的 这个叫做肾者主水 受五脏六腑之经而藏之 故五脏圣乃能谢 这个呢 是中医经典 《皇帝内经》中的一句话 那么它说明什么呢 说明肾呢 是和我们的水 是有一个性质 相当的这么一个作用的 它是主水的 那么除此之外呢 我们讲说这个 我们大自然 也有这个水 大家能知道 大自然的水 大家首先能想到什么 月亮 想到了月亮 哇 阿姨 您的这个思路 真的是很有诗性 我又想到那个 花花的水 它因为有潮汐 潮汐不是和月有关系吗 对 潮汐 是吧 真是月亮吗 是的 是的 这个康阿姨说的没有错 哇 因为什么呢 因为呢 咱们说到自然界 最大的水源呢 就是海了 对吧 说到海 大家都能想到潮汐 那么潮汐 其实是有规律的 这个大家都知道 那么一般呢 潮汐呢 会在这个阴力初一十五 它是 这个潮汐是最大的 为什么呢 因为呢 对于我们居住的地球来说呢 潮汐阴力初一十五的时候 恰恰是什么呢 日 月 地 也就是我们的地球 月亮 太阳 在一条直线的时候 这个时候的引力 对于地球来讲 是最大的 所以往往在这个时候 自然界的潮汐是最大的 那么针对于我们人体本身呢 终于讲这个什么呢 叫做天人相应 所以我们作为主水的肾脏 它的功能 同样也是受到一个潮汐的影响 那么它的功能也是什么呢 就是在 我们讲初一是朔日 十五呢 是旺日 在这个朔旺日的时候 那么我们的这个潮汐作用最大 我们身体里头的这个 肾气受到的影响也是最大的 那是什么时候都可以吃吗 一般来说呢 建议大家呢 这个晚上五点到七点吃 为什么是五点到七点呢 跟饭有关系 但是呢 其实呢 还有一点 就是五点到七点呢 中医呢 有一个学说叫做子午流注 子午流注讲的是什么呢 讲的是精气的生发 大家看 在子午流注里头认为呢 我们十七到十九 也就是晚上的五点到七点 是肾经主食 所以这个时候 它的经络的精气的这种功能 是最旺盛的 这个时候补的时候 它能够更活跃 更好的 这个补进去 补到肾力 变成肾经 封藏住 不仅要关注日期 每天的那个时段 也很重要 是吧 五点到七点这个时间 各位记得 是吃我们六位地方玩 补肾经 最好的一个时间 对 好 所以说各位啊 来回顾一下 我们有三种 通过吃的方式 帮助我们的孩子们 补肾长高的 三个法宝 第一个是我们的种子 第二个我们的鲫鱼 对吧 以及我们的六位地方玩 主任你看 三样法宝揣在手 感觉小朋友们 想长不高都不行了 是不是可以高枕无忧地 等着明年 哎呀 看着我的孩子 比我高了 这个主持人呢 可能没有玩过超级马力 超级马力碰到东西 它还会变小的 我们看一看 我们看看 天哪 忽略了 忽略了这个拦路 拦路小乌龟了 补过了 什么意思 主任 就是中医讲 说咱们大家都知道 过犹不及 那么呢 所以说 如一旦我们补过了以后 孩子就会转化成什么因素呢 就转化成这个 反复的生病 感冒 或者这种发烧的情况 这个时候呢 我们呢 就蜡布了 怎么样判断我这个 有没有补过呢 主任 有什么好的方法 补过呢 教大家一个 五看 五看这招 我们看一看 我们学一下 五看这招 来 请看 谢谢玛丽 帮我们顶出了这五招 看面部 看舌胎 看性格脾气 看睡眠 看痰 主任 帮我们来梳理一下 都是什么意思呀 首先呢 最主要的就是看面部 我们呢 日常可以看一看哪呢 面部从我们的 眼睛的周围先开始看 它有这种 发青啊 发暗的这种感觉呢 就是大肠里头 产生了淤肌了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呢 就要放缓节奏了 我们往中间看 看鼻子的 鼻梁的两侧 这块呢 是属于我们身体的胃 我们讲的胃呢 煮这个什么呢 蕴化 成载 那么胃呢 蠕动 如果胃气不足的时候 它就会有食物的残渣 存留于胃之中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鼻梁两侧 就会有发青的情况 孩子 那么除此之外呢 再往下呢 我们就看到口周 口周发青 终于讲 口周发青呢 是胃肠里头 有基石的一个表现了 很多孩子就很明显 这块口周一个发青 这个时候 就说明我们的 胃肠成载力 达到了一定的这个程度 就尽量的 不要再给里头 补一些难消化的食物了 那么从这块过来以后 看完口周 反过来看我们的两个脸部 很多孩子都在脸上有白斑 就是面颊部分 面颊部分 脸上这块有白斑 那么呢 这个呢 叫做这个白色抗疹 那么这个白色抗疹呢 它其实呢 也是脾的湿气的一个表现 比较清浅的时候呢 会让我们的这块有这种色泽的不均匀的状态 孩子这块会出现 很多的时候老人就说 这个时候可能是有虫子了 但是现在呢 其实虫子比较少了 但是呢 它同样体现到我们的小肠的运化功能上 有这种湿气的存积 那么全部因为属于我们的小肠 那么除此之外 再严重一点 我们面部来的时候就是什么呢 面色尾黄 没有光泽 很多家长说我们孩子这个肤色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呢 我说呢 肤色可能会有一定的差别 但是一定要有光泽 如果没有光泽 会暗的情况 说明什么 说我们身体的这种正常的精气的透达 精络之气的透达 被湿气阻隔住了 那么这个时候 脾湿产生来源 湿气的产生来源于脾 那么说明我们的脾 好的东西在里头 没有完全被脾承载转出走 溢出了精络 形成了湿气堆积于我们的面部 所以说看面部 是一个比较有效的观察我们孩子 是不是补过了的一个方式 这个面部有这么多地方 可以作为一个指标来参考 来观察 那看舌苔呢 怎么看 看舌苔呢 是这样的 我们孩子呢 很多的孩子啊 如果他开始有积食的时候 他的舌苔会有变厚 变腻的表现 那么呢 包括很多孩子呢 就是早上起来看 可能效果会更好一点 如果感觉早上起来 舌苔比较厚腻 那么呢 嘴里头还有一些异味的情况 那么说明这个孩子呢 应该是有积食的 嗯 明白了 好 再往下 看性格脾气 有的时候呢 孩子呢 就是一些无名虎 这个时候家长觉得 哎呀 这个没道理 他就是很执扭 他就想做这个错事 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 他弄完了以后 他会去哭 他会去闹 闹完了以后 他会过来跟你撒娇说 妈妈我错了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就想发脾气 这个时候很可能 就是里头一些 我们补过了以后 胃肠基石造成的一个因素 哦 好 嗯 再往下看 看睡眠 睡眠呢是 一旦这个孩子晚上睡眠的时候 出现了什么呢 翻滚 打靶式 那么呢 早 或者睡觉前 刚头两个小时 出汗特别多 这个情况的时候 就说明我们的胃肠的功能 已经出现问题了 因为呢 咱们讲说 中医讲说 胃不合则 胃不安 我的胃的功能 受到影响 蠕动变慢 或者说我身体里有积食 我正常的胃 已经推不动它的时候 它就有一些发色的方式 皮主四肢关节 这个时候 它就会让我的关节 在你的睡觉的过程中 无意识地去动 嗯 去缓解胃肠的压力 同时呢 如果我这个胃 还没有把这个 肠子里的东西 没有推动好 那么我的 这个身体的湿气 没有处可去的时候 它就会转化为汗 发出身体一外 所以这个时候呢 大家可以观察看睡眠 嗯 好 再看 我看最后一看 看痰 看痰 嗯 很多孩子啊 早上起来会有一口痰 或者是咳嗣几身 然后有一口痰出来 这个时候 说明如果我们 给它开始用一些 比较好的一些 补液的方式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放缓 这个手头的节奏了 因为这个时候 我们补的这些 胃肠已经吸收不了了 已经形成了湿气 湿气会怎么样呢 它就会形成一件痰液 终于讲说什么呢 说这个 脾为生痰之源 肺为储痰之气 我们早上起来 出来的看似是痰 实际上都是脾湿的一种反应 那么这个时候 说明我们的运化 出现问题了 那这个时候 我们补过的趋势 苗头也已经出现了 大家要引起 自己这个警惕了 所以说这五看 各位都记一下 都是特别简单 方便 直接能够判断出 是否给孩子补过了 你的爱是不是 太超额的一个表现 对 好的 谢谢主任 我们也希望 各位家长朋友们 牢记我们的 几个方式和方法 以及我们整个的 这些一整套的 判断也好 保护也好 进步也好的方式 期待各位的宝宝 明年可以顺利地 涨高高 谢谢王主任 谢谢 谢谢主任 谢谢大家 好 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再见